我们看到问天实验舱 它主要是面向空间生命科学研究 配置了生命生态 生物技术 还有变重力科学等等八个实验柜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变重力 这个听起来好像很神奇的实验柜 变重力科学实验柜 可以在空间站微重力环境之下 提供不同大小的高精度重力环境 来支持开展模拟月球重力 火星重力之下的科学研究 在我身旁就是变重力科学实验柜 那么它高约1.8米 宽约1.1米 厚度也达到90公分 这也是中国空间站 所有科学实验柜的一个标准的大小 那么变重力科学实验柜 它在外形上最大的特点 就是前方的这两个监控操作屏 就好像是戴了一副眼镜 航天员通过这个操作屏 不仅可以了解内部实验的相关进展 而且通过这个触摸屏 可以进行相关实验的操作 这是两套离心机 左边一套右边一套离心机 这是我们就是做变重力实验的 这个主要场所了 大家知道这个旋转的这个转盘 它会给就是上面的物体 提供一个向外的一个力 这个离心力 我们就是利用这个离心力 来模拟这个重力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转盘的 转速的调整 来得到不同的这个重力的模拟 比如说月球的六分之一剂 火星的三分之一剂 为了以后我们登月灯火星 然后做前期的理论研究 做准备的这么一个实验平台 据介绍 变重力科学实验柜 可以为科学实验提供 零到两剂高精度重力环境 支持开展模拟月球重力 火星重力下的科学研究 这是目前在轨运行的 最大的离心机的尺度了 国际空间站以前 最大也就做到600 我们现在是900的直径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以前可能不能做的实验 中大型的这个动物植物类的实验 就可以放上来了 然后同时这个尺寸越大 它的那个重力梯度就会越小 这样我们得到的这个离心加速度 就越精准 对于动植物类的实验 需要短则几天 长则几个月的长时间的观察 这就需要离心机 长期稳定的运行 为此科研团队研制了 无线传能单元 并集成高速通信模块 传能效率可达85%以上 并在离心机上设计了一套 载轨自动平衡系统 尽可能减小震动和磨损 那生命生物的科学家们 他可能想研究 就不同重力下 这个生物的这个发育 跟重力有什么关系 比如说我们以后在月球上 这个植物的生长 会和地面的这个生长 情况可能会不一样 物理科学家们 他们可能关注 不同的这个重力下流体 它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现象 所以我们这个变重力实验平台 可以面向各个领域的科学实验 变重力这个词呢 乍听上去好像挺高深的 但其实通俗理解 我感觉就应该是 就是重力我们可以可调 可以设置出一个特定的重力 张老师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变重力的情况 没错 就刚才就让我们主任设计师 周恩宁说的 我们里头实际上一个离心机 通过改变离心机的这个转速 然后选择离我们这个中心 合适的一个距离 我们通过转速的调整 通过距离的选择 我们可以得到不同的一个 重力的一个水平 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月球的重力还有火星的重力 但是我们有很多科学实验 不是六分之一重力 或者三分之一的重力的水平 我们需要对不同的重力水平 进行一个比对 比如说0.01个G 因为大家知道 我们地球上的重力是一个G 那么我们可以做0.01个G 然后甚至我们还可以 做一些操纵的 比如说到两个G 比我们的地球重力 还要大一倍的这个重力小点下 我们可以研究 包括一些生物体本身的 一些它的一些变化情况 在不同的重力水平下 我们做一个一个样本的一个比对 通过这种比对 我们有望发现一些 新的一些规律 包括还有一些流体科学的 还有一些材料科学 就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些材料 有些流体的特性 在不同的重力水平下 由于在地面上 我很难去模拟这么一个环境 那么在这种环境下 那有什么新的一些特点 有什么新的物理规律 有什么生物发育的这种规律 那我们通过这个条件 可以进行很好的一个研究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公共的一个研究平台 其实之前有很多朋友 在思考说 其实我们在地球上 也可以模拟出来多个重力 比如说两个G 三个G 甚至更高的G的这样一个环境 那为什么非要把变重力 放到太空中去做 我们在地面上 像一般对我们到重力的一个模拟 比如说大家说了 比如说我们以前做 月球化火星的研究 我们可以靠悬吊是一种方式 就是人或者是设备上面 有一个吊绳给它吊起来 然后这样你行走 或者是运动的时候 你的这个重力水平 实际上就有点像模拟的 一个月球化火星的一个重力 包括我们还有地面上 还有那种大型的离心机 包括咱们航空员训练的时候 训练它靠一个大的离心机 给它一个加载 然后它扛发射手的重力 那个其实也是比一个G要大的 但是这些的模拟 地面的模拟 它都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 叫变重力 或者是重力的模拟 因为你始终还会受到 地球重力的影响 这个是无法逃避的 对 这个是无法逃避的 所以你看到了 可能是某一个方向 是一个重力水平 或者是加速度水平的改变 但是在我们的垂直这个方向 就指向地面这个方向 这个重力一直存在 那么我们在轨的时候 那我们因为空间站上 本身是一个微重力的状态 当我的离心机开展的时候 那我就可以有一个 非常纯粹的指向中心的 相当于有离心的这么一个力 这个力这样就可以很好的 去模拟真正的一个重力的水平 可以说我们就可以是 很纯粹的一个方向的 一个重力的一个水平 更加精准的一个重力调控 另外我们知道 文庆试验厂 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做生命科学的一些实验 这一次都会有哪些生命科学实验 目前我们首发的戴上天的 是我们一个高等植物的一个 我们会研究高等植物 在微重力条件下的一个开花调控 这里面我们带了两种 实际上是两大类的植物的一个样本 一个是这个里兰界的一个植物 还有一个是水稻 这两种植物 通过这两种植物的研究 我们来进行一种生物体 在轨的时候的这种开花 发育的一些 包括从种子到种子的这种研究 而且还有 是不是除了带植物 还有带动物上去 因为我们知道 之前看到我带这个 好像把一个鱼缸 一个小的生态系统带上去了 对 就是我们后续 在后面的实验项目里面 我们规划了 我们会有一个小型的 受控的水深的密闭生态系统 这里面其实除了鱼类 就是我们有斑马鱼 然后我们还有一会儿有藻类 我们要研究一下 就是这个鱼和藻共存的时候 它能不能 比如说氧气 暗氧化碳中间是怎么循环的 保证这么一个密闭的系统 这个研究非常有意义 就是我们未来 比如说我们人类 长期的太空生存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有这么一个 密闭的一个系统 能够给人共有氧气 然后把人的这个暗氧化碳 就吸收掉 转换掉 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研究 那颜柯我也有个问题想问你 就为什么我们会选 那么多水深的一些动物 为什么要用这个斑马鱼 斑马鱼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我猜可能是因为体质比较小 而是比较能生 对 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斑马鱼 是我们是一个典型的 这种模式的一个生物 就它的一些 包括基因的一些组成 包括它的这个很多这种特性 我们在地面上掌握得很清楚 那么通过在轨的这么一个研究 在天上的这么个研究 我可以比较一下 我危重你的状态 和地面的状态有什么区别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这个鱼类 不是我们其他的一些水深动物 因为鱼类是有脊椎的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对鱼类脊椎的一个研究 可以研究一下 比如说在轨的时候 这种动物 比如会不会有骨丢失 就骨密度的输松的这种情况 那这个也可以为未来 我们做深空探测 对人类 对动物的一些研究 提供很多很好的支撑的依据 对 如果能够研究出 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 那对我们向更远的方向行进 恒星界的旅行 能够奠近一个很好的基础 谢谢大家